明年的这个展望应该是非常的乐观 而且我们也非常期待 全球节能减碳趋势 带动相关需求成长 冬元董事长邱纯芝表示 除了风电 太阳能 除电也看到很好的商机 今年冬元端出低碳工业解决方案参展 包括IE4高效节能马达搭配变频器使用 节能最高可达50% 还能远端智慧监控 掌握碳排情况 总经理连招志透露 有被晶圆代工大厂在美国建厂的设备商采用 他们在美国的建厂 我们事实上是已经有参与 提供了这个节能的设备方案 那比如说他们的空调系统 用的就是我们节能的马达 送风这一类的 这实际上已经在做了 登元马达等电机产品 今年下半年受惠北美市场复苏增温 预估明年北美市场积电产品业绩贡献 渴望增加 不过越南疫情再拉警报 东元越南厂是否受到影响 对此秋成之回应 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不是因为当地停工 反而是因为这个从中国到越南 很多的这个供应链受到船运的影响 造成我们的这个营运上面有一点点小小中断 不过整体来讲 越南厂其实是营运越来越顺利 而且目前看起来是我们各厂里面 交期其实算是最稳定的一个工厂 展望明年营运 联昭志表示 持续以营收和获地成长为目标 法人则预估 东元明年业绩成长幅度 落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新唐利亚特电视成为目楼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导